问剑汽车和理想汽车这辆车谁好咱先不说 理想R7首先卖的太贵了 31万起步 个人觉得不值 对配子用冰箱踩电沙发吸引人 用铝合金悬架底盘吸引人 其实一个新能源插电式混动车型 最主要的核心技术是省油 用更少的汽油跑更远的路 要发展自己的核心闪电技术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冰箱踩电沙发作为卖点吸引人 人家比亚迪琴L加65升92号汽油 500多块钱可以续航2000公里了 当然是有虚标的 那如果跑个17001800也可以啊 你理想R7只能靠安装更大的电池主 或者更大的油箱来增加续航 有什么技术可言啊 为什么国产新能源这几年崛起这么快呢 很简单去德国买点冲压设备 买点焊接机器人手臂就可以了 有钱就可以 再去宁德时代买几块电池 拼接在一起就可以造车了 没有什么所谓的核心闪电技术啊 只要靠漂亮的外观来吸引人 最主要的是网上没赢过 实际销量没输过 我劝大家 如果你家里生活条件好 已经有好几辆车子了 可以买理想或者问键 那么作为一个玩物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是老百姓家庭买人生第一台车的 别追求新鲜感 你看别人买 你恨不得贷款也要买 我告诉你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个汽油车就完事了